迎接新年今天开工咯 天气状况怎么样呢 赶快把时间交给书里 东北季风今天白天之后 就会逐渐地减弱下来 转吹东风 今天白天水气算少的 我们从可见光的卫星云图当中 您可以看到 现在云量比较多的就是在云林 跟嘉义台南这边云稍微多一点 但是其他地方都是阳光露点 甚至中部以北可以说是相当晴朗的 那么就今天来说的话 事实上白天水气都是零零星星 倒是到了深夜 甚至明天清晨的时候 因为又是另外一波东北季风要增强 那么北部还有东半部 断断续续又要开始转为 有雨的天气了 因此接下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 又是如何 我们来看今天可不是礼拜一 今天是礼拜二 今天东北季风一减弱 各地是多云到晴的 那么温度上来看的话 北部离局今天的高温是有23度左右 中南部25度 东部也会有22度 可是在明天礼拜三 东北季风又要增强了 所以到时候在整个苗栗以北 跟东半部是会有下雨的现象 中南部没有影响 那么也因为下雨 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 所以注意了 今天跟明天在北台湾就有明显的温差 这温差差不多至少掉5度左右 那么礼拜四是东北季风影响 不过礼拜四降雨的区域又会开始减少 整个降雨会逐渐的趋于缓和 礼拜五是整个东北季风减弱 因此在礼拜四礼拜五降雨范围减少的情况之下 弯度中南部没有太大的影响 被台湾差不多略为回升个三度左右 那么另外一波东北季风是什么时候呢 那么就是礼拜天的时候 东北季风又要再度增强了 那么受到前沿水汽的影响 所以会跟今天喊类似 差不多晚上深夜的时候 北部东半部又陆陆续续开始下起雨来 那么周休假期的话呢 礼拜天也因为下雨 所以呢感受上就会比较湿凉 不过呢中南部一样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依旧维持稳定的天气 倒是这个礼拜对中南部来说 要注意的就是日夜温差大了 以今天的温度各区域的高温来说 我们也赶紧为大家来做说明 北部地区啊 今天的高温区间差不多是在21到23度 中部地区的话 今天的高温区间是23到25度 日夜温差甚至呢可以达到12度左右 那么至于南部地区今天的高温区间是22到25度 东半部则是在22到23度之间 那么因此呢最后啊 舒立提醒大家啊 如果待会要出门的观众朋友赶快就过来 今天白天还不太会下什么雨 而且有灿烂的阳光 洗衣晒被白天还可以好好把握 那么呢 呈现在就是呢 呈间跟夜里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好冷哦 凉了 所以记得哦 还是呢 衣服的增减要多注意了 今天另外环境部呢 的预报表示 中南部空气品质是不良的哦 所以过敏的观众朋友也要多注意 时间交给家如